我们继续来设置电流的边界条件 在模型开发器中 我们右键单击电流 然后同样在第二栏中 我们找到的是电视 然后单击电视 对应的设置窗口我们进行设置 同样的方法是在物理厂下单开单找到电视 然后在对应的模型树中就会出现电视 将鼠标指针移到单个太多栓的圆形面上 对应的这个圆形面外面 然后实际突出显示 我们单击它就会将其添加到选择列表中 对应的选择列表中 就是我们这一个圆形的外面面 太多栓的外表面 然后我们在电视设置窗口中 我们对其电视大小进行编辑 这里我们之前已经有参数设置 可以直接输上我们的参数别拉式 然后接下来的第一步就是 我们需要接地 就对另一个表面上的两个太多栓的外表面 进行接地 同样的方法 我们这里现在通过 用筷子访问工具 的物理厂下栓台单中的边界 向对应的下栓台单中的接地 单击它 然后 我们同样的是 用鼠标指到对应的 两个太多栓的表面 然后单击 就可以将它停下到选择列表中 然后在图形工具栏中 单击切换到 默认它们是图案 然后回到最初的一个 状态 然后我们继续讲解一下 如何手动组合物理厂接口 我们在 刚才 就在最初 构建模型的时候 对应的多物理厂接口 我们 已经构建了 已经做好了 但是我们现在 嗯 讲一下如何进行 手动组合物理厂接口 就是说 除了使用余配置的 脚尔热 多物理厂接口外 我们还可以手动组合 电流 与固体传热这个接口 例如 我们可以先建立 求解 电流模型 然后再添加这个 固体传热 此时我们可以 右键单击 多物理厂接点 对应的多物理厂接点 我们右键单击 然后 来添加 所需要的多物理厂 和 对应的我们 根据自己的需要 进行添加多物理厂 和 作为备选方案 也可以单击 功能区的物理厂 对应功能区的物理厂 我们可以 嗯 然后 选项卡中的添加 多物理厂 对应的 单击 功能区的物理厂 然后 再单击 添加 多物理厂 按键 然后在添加多物理厂 这个窗口中 选择 建议的多物理厂 和 对应的 这边 对右边 对右边 添加多物理厂 这个窗口选择 我们需要添加的 多物理厂 物理厂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 网格的剖分 最简单的网格剖分方式 就是创建 非结构化的四面体网格 这种非常适用于 母线版模型 或者我们可以创建 多个网格剖分序列 我们这里 具体讲解 怎么进行网格剖分 然后 首先是在 模型开发器中 我们 右键单击 网格极点1 就对应的 出现我们一些 网格极点的设置 我们也可以在 这 设置窗口进行设置 这里我们是从 序列类型列表中 选择用户控制 用户控制 然后 接下来是 在模型开发器 单击尺寸 这个节点 在尺寸设置窗口 把单元尺寸栏下 我们单击这个 定制按钮 定制按钮 这里有相应的 最大单元尺寸 最小单元尺寸等 相关参数 我们在参数设置的时候 我已经定义了 最大单元尺寸 我们直接输入 表达式几核 这里要注意的是 我们之前输入的 是作为全局参数 这个MH 是6毫米 通过使用这个参数 MH 单元尺寸也受到 就是这个 能达6毫米限制 然后 我们继续编辑 在最小单元尺寸 我们编辑 我们输入 然后 这最小单元尺寸 略小于最大单元尺寸 的 接下来就是 曲率引子 我们编辑 是 这个曲率因子可以确定温区边界上的单元数 它的值越小得到的网格就越细化 然后其他的两个参数我们默认保持不变 这个最大单元增长率 就是说可以确定一个遇上的单元 从小到大的增长速率 它的值越大增长的率越高 当它的值为1时 不会发生增长 对于狭窄区域分辨率 对于狭窄区域分辨率 它的值通常是越大 达到的网格就会越细化 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模型参发器 这个尺寸节点 这里有个符号 上有个星号 它表示这个节点出于编辑状态 就是说当它出于编辑状态的时候 这边有个对应的符号上有个星号 单击尺寸设置窗口中的全部固件 我们单击全部固件就可以创建这个网格了 如同所示就像这样 我们创建抛访好一个模型的网格 同样我们也可以在功能区主屏幕选项卡中单击构建网格 对 这一个选项目选项卡中单击构建网格 网格破坏完之后就是研究计算 要运行一个仿真 然后在首先 接下来就是要在模型参发器中 右键单击研究 然后 然后 选择计算 就单击计算即可 我们也可以在试试窗口中单击计算 研究节点会基于选定的物理场合研究类型 这都定义仿真的解序列 在我们这个仿真案例中 仿真仅需要几秒钟便可以求解 在求解过程中会生成两个收敛图 对于在图形窗口中我们看到 收敛图一和收敛图二 可以通过图形窗口的选项卡进行访问 这些灰图显示的研究中所用不同求解计算法的收敛进度 这是我们的求解过程 然后接下来我们查看一下结果 在末日的情况下会在结果 节点下生成三个灰图图 就是电视的多气面图 温度的表面图 以及包含温度的等值面图的等温线图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单击结果温度 结果 然后温度 然后在图形窗口中查看温度的图 然后我们在这个显示图里可以看到它的温度 最小值是325 然后最大值332 由于同化太热的热导率比较高 设备中的温度差小于是10K的 顶部螺栓的温度变化较大 看顶部螺栓对应的温度它的值变化是比较大的 温度也高于环境温度293K 可以单击图形窗口中的图像 然后我们看它的背面 然后在图形空序中 单击切换到默认它是图按钮 主打最初的状态 我们也可以手动设置颜色范围 这个表 然后对同类线的温度差进行可视化 在模型输入中展开 结果温度节点 结果温度 然后几点下单击它的表面 然后在设置窗口中进行设置 单击范围展开栏 然后展开这个范围这个栏 然后选中手动控制颜色范围 然后大家最小指编辑 在设计划中我们输入的是323 然后最大指我们输入是326 然后在表面的设置窗口中 我们单击汇置颜色范围展开栏 这样就在图形工具栏中 我们再继续单击搜索的窗口照片 查了更新的图像 对应的这个显示图例中 就是对应的是我们对小指和对大指 按我们设置的对小指和大指来进行显示 同样的在这个结合模型上 颜色显示也是这样的 在图形窗口中我们单击并拖动旋转模线板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背面 温度分布于下方两个泰螺双之间的垂直镜像 平面横向对称 来进行平面穿过上方螺双的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 该模型无需太多的计算资源 我们可以对整个结合模型 对或者更复杂的模型 考虑使用对称来降低计算需求 这个对称可以通过我们最初的计算研究 可以看得更清晰一些 通过这个可以看得更清晰一些 它是穿过上方螺双的中心 穿过上方螺双的中心 然后与下方两个螺双 太多双之间的是垂直 镜像平面横向周对称的